大家好,我是班尼特 今次開箱速遞就能夠帶來 兩部ENO64最新推出的這兩架 唉,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這兩架日產,不用說了 R32和PUMA P10 老實說這兩架車,我是炸型的 車身的東西基本上沒問題 但這架車章我的感覺是亂描 所有車外邊的所有飾件 是全部亂描的 我先說一下R32 R32是離譜的,最混亂的 這架PUMA其實不算太嚴重 這架PUMA只是尾一張 章以外好像也沒什麼大問題 但R32真是離譜的 你一個最重頭的車款 這架P10其實都是六頁襯托 如果你不是特別喜歡這類型的設計 你可能可以省回不買 但R32ENO終於出了一架 有些常品的街車版 因為之前出的特別版 街車版有碳纖綦 今次真的離譜 我只開個盒子給大家看 就這樣看 觀眾看到有什麼問題 撐起來看 真是大襯 車章是歪了 打燈 看清楚一點 看清楚一點 發覺沒有打燈會好一點 車頭一來的章已經尾了 拆開車出來 那時候也有送BBS拿的 不過送也沒用 你的車全部尾了 我也是拿去換的 我怕換不到 這兩架東西 這兩架東西 我可以玩具一角拿的 玩具一角就只剩下 每款三部 即是兩套 我這樣叫 每款三部 即是三套 拿了三套出來看 三架其實我都過不了我的骨 我不能是驗屍官 我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這架是三架 R32 已經算是好一點的 另外那兩架都離開了 先不說車章 大家看到這架其實還不算過分 如果這個角度看起來 完全是走在一邊 好像黏著 打致放在一邊 另外那兩架便會放得更加遠 即是更加近 接近一盞燈那邊 去了那邊 現在觀眾的鏡頭在左邊 走到左邊 黏著亂描 車尾也是 第一 它可以說兩樣東西 NESEN的章 我不說了 因為我還沒看到NESEN的章 我都已經生氣了 先說這個GTR 這個又是很重要的章 比車頭的還要說 這個你已經看到有點斜 如果你是近看 我不知道觀眾在鏡頭 隔著螢幕看不看得到 如果現場看高一點炒下去 章是微微向逆時針 轉了一點 大哥已經差很遠了 都不要緊 你的章可以動到 牌子沒那麼容易動 就動它來看 車尾這個牌子 都是裝歪的 即是這個牌子 我研究一下它 我猜它應該就是這樣貼膠水搭上去 就不是說有兩個腳位 如果有兩個腳位都可以歪成這樣 就是牌子掉下來 如果是真車的話 即是我貼在GTR的牌子 就掉下來 是沒有分別的 是好像掉了牌子 這麼過分 都可以出到廠 今次這輛我又不知道它是什麼 其實我把輾出了 其實你 evolutionary CSYessa 其實你 Linux那聲幾千 真的不是怕死在人 那是1902又出了你 不是那天譐你用不著zić 那些數字就出 Marilyn 讓它貼到 podr F10這個球 一次出了機會 香港我不敢说好买, 台湾一定好买 我不知道在台湾那边市场是怎样 我敢说你P10够买, 都是那句 你说我测试了, 又是抛书包的时间 老实说, 台湾人对于P10是很引以为傲 因为这个怎么说 他们可以叫国产, 其实都是Nissan的技术 但是在台湾生产的一些高性能的房车 就算是当时来说 老实说, 当时台湾汽车高业开始开始来 就是多一些技术 当然这辆飘马其实也不是怎么说 总之是他们同年回忆里面, 国产的一辆竞技车 当你当香港有做tracer 我用换底牌子换回香港 当你说, 香港原来有一间Toyota厂在做tracer 或者有做Toyota厂的那些CORROLA那些Cube 有种东西, 香港也有做的 我想那一辆车都会特别, 在香港人心目中特别有地位 如果有这样的设定 有观众说, 车是推动的 扭充来才能推动 只是头轮而已, 还要向后轮才行 都是那句, 如果真的要推动 但现在改来也没人用 这辆车一定拿去换的 我敢说, 你没理由这样抹来抹来抹去 你可以出到街的 其实这条片要星期五出都已经亏了 因为星期五片是少人看的 不过我心急想先开它 否则应该先开TLV 我心急想先拍这条片 因为原先说过想开 那没理由这条港年都会转头开TLV 没有吃亏的 不會再说过飘马 飘马也是帅车脏的 真的很不错 你这两个是 G-10XR 照舊也是Eno 平时的质素 不会很好 至少都...ok先 你这些油分已经漂亮了很多 你飘不太坏在车脏 真的吹什么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ENO的好牌就需要在車章上 真的沒有人上去看QC就這樣,真是活該 真的不包粗,我真的期待了這麼久 一開始又有虛驚,又說ENO在中國廠房又說不知什麼燒了 原來不是燒了,是樓下廠房燒了,沒有關係 那怎麼辦,R32和白色飄碼可以 PRIMAR,可以照常出貨 老實說,你貼水貼其實不要緊,有些人對水貼很嫌疑,我沒有相關 最後一輛車出來就好,水貼是差一點,但至少好 如果是的話,我都不會不斷踩TLV,出光,寧願叫大家買ENO那架 如果我是CARE水貼的話,老實說,水貼好不好 其實水貼是一個權宜之計,你又要便宜又要漂亮 當然水貼,還有這麼多疑印嗎?我理解的 但是你這輛車,如果你出光,你怎麼買得下手,死貼 沒有洞 你有沒有叫死貼沒有洞 我自出涼胎以來,未見過一條死貼是沒有洞 你用這輛塞住,那輛車就死了,死貨 我看見是否死貼,不忘記了,好像是 看見室邊的,高爾夫球,怎麼會塞到 高爾夫球,塞到那個850車尾的死貼喉 然後又穿不到車,好像死貼 然後穿到高爾夫球,不知有否觀眾看過那輛 那輛很搞笑,不過先說回一輛車 真的很漂亮,我很喜歡這些年代的設計 尤其是90年代的房車是很漂亮的 但問來它差什麼呢? 你看,車尾這兩個我都有夠理 這些頭蓋、尾蓋鎖,是好而衰的,我知道 這個也很過分的,其實這輛 這些你歪了一點點,我一向都知道 頭蓋鎖、尾蓋鎖會歪,每天都會有這樣的機會發生 我不怪你啊,你不要連日產 喂,真的不是很難而已,是嗎? Gapurama已經設計到,它的車頭日產 混合好位置已經設計到這麼窄 你放一個張,你基本上不會歪的 你已經幫你,幫你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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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你都可以抹在一邊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漏夜黏,就是在睏眼睏 這樣黏下去,否則我覺得不會 這個都已經算好一點 你看到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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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可以拉低一點就可以變回沒有街車內裝 用了賽車籠的街車的感覺 不過這些車籠很棒,如果我選擇二選擇一 我選擇這架也不會選擇之前出的綠色那架 這架白色,原廠味道比較濃,我很喜歡原廠的 我挺喜歡這些,等於我喜歡的那些車廠 Official 那些景車版,Green最流行出的 即是Ford的專貨執法部門去設計的車款 那些demo車,我很喜歡,因為Green很喜歡出的 我也有買不少這些,可能Ford Explorator 或者以前舊的Crown Freak,很多這樣的設計 再舊的其他廠的版本也有出過,Green很流行出的 因為警車,你出完這個州出那個州 出出門,不如出原廠的demo車 有的,我有的,Pontier的demo車 Pontier有款四門房車以前 他有整個demo,demo景車,挺過癮的 就這樣寫著那個車名,類似demo車的意思 那些車,我挺喜歡這些製造的 老實說,這件真的好東西 但是你偏偏要做到QC那麼差 其實老實說,可以說是我的小題大做的 這些頭蓋尾蓋索歪,一向都有 但車章歪,我真的接受不到 車章尾,尤其是R32一個這麼重要的車款 我不知道有多少觀眾有買了這兩架東西 老實說,這兩架椅子都還沒錯亂 接著第二天就出TLV了 轉頭馬上結束了,然後我想這條片出門 那晚應該全部人都在玩巴士站,找屋頂 那些我留下星期一、三的時候才開 這兩架椅子都在玩巴士站,找屋頂 那些東西,基本上這架東西一出 TLV那些不用買,QC那些不用怎麼賣 因為我沒有幾隻QC好像都沒有出過這隻 這隻色配這隻LINK好像應該有吧 我不要記得,但QC其實是偏大部 雖然,就是這樣說 如果以QC數,Mini GT和Inno這三個R32的帽子來說 其實Inno是真的可以跑出的 有人說Mini GT太大部,燈又大,車又大 QC數當然也是 不過是車大,燈就正常一點 到這架發現剛剛好,最平衡的比例 這架車,大家應該是量度R32 其實不會錯很多東西,但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另外數據出錯,不知如何出到 就變成另一個尺寸 有機會這樣,或者看上去比較大部 這架,老實說,真的有得做 這架,我不知道它產量生產了多少 這架,其實老實說,這架,你做多少 你肯做就繼續有人買 除非你做到很濫,你做了十幾萬架 TOMICA,可能真的賣不出 但好像這些這樣,其實 OK的,你看這架,我不拆了 我免費時間,免費時間裝上去 真的漂亮,這個架做得 時間到12分鐘,我免費自拆 真的太過分,我覺得我車章做得 但如果真的撇除車章,我完全收貨 這架是沒有問題的 老實說,你看這椅子 那些bucket seat,櫻椅,是不是桶椅 然後後面那些,它又做到那個pattern 又做到中間,我覺得這些位置做得很漂亮 然後又做到,觀眾一定看得很清楚 又有那個車的軚盤的名字 不知道是Nadi還是什麼 總之那個軚盤的logo 然後又有那個速度錶 是做出來很細緻的 基本上,側鏡是有反光的 其實已經贏了 偏偏需要一些車章,車牌 那裏 它滅聲也沒什麼事 但是GTR,你也很糟 GTR的車牌也很糟 車頭也是 頭看起來,總之那個頭 從這個水平到微微向斜 都已經明顯得很交關 老實說,我寧願剷 人手剷掉它,我會再黏好 不過我都會傾向其他方向換貨 如果換完,就拿回這架就算了 這架飄馬其實都算好的 我都算收貨 這架可以不換的 不過有時候看到拖車扣這樣斜 就是,你又不是兩隻歪了 我當你是pattern都可以 就是,兩隻歪了 我當你是另一個設計都可以 你現在一隻正,一隻歪 或者大家側一邊 不知道為什麼全部側左邊 它可能不是人手黏的 它是機踏上去 但我不知道它搭成怎樣 都搭得很差 總之貼得很差 但其他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真的,那句就那句 如果買這些東西 你在外面買,不要緊 你買回Tiny認證那些 所謂的特選專門店 好像我這樣 最簡單,換它一角買 買完有什麼問題 拿回Tiny叩咎 換回Tiny叩咎 換回Tiny叩咎 這個幫襯態度 最良正確 尤其是Tiny這陣子 我都知道 這陣子是惡搞的了 我都... 他真的幫楊明 濕咎湯寶 濕咎明尼 誰想的 我覺得應該都是楊明 但為何用明尼 我知道明尼是一個很獨特 很unique的icon 但不是讓我來這樣玩 那你現在Tiny也很獨特 每次打開他 即是開Facebook 看到他全是一部生氣 我看到有些觀眾也有生氣 我有時看到下面的留言 你笑咎 我也有like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看到 不過我用Private account 應該沒問題的 這次很獨特 總之我還是那句 如果Tiny 老實說 有些東西我訂了 總之是直接用Tiny的名字 基本上我最近都不會做開箱 我有些買回來的 那個Prado買回來 原先都打算拍開箱片 一見到他出過這樣的東西 我都知道很獨特 我就不會拍了 總之接下來 如果是Direct 用Tiny的名字出的話 就不會 但你說好像這些 如果你Inno又不能拍 BM又不能拍 其實我也挺麻煩的 不過不要緊 現在這樣拍不拍都無所謂 唉真的 由小器保佑添一仗 這次是 你兩個正東西 上次1902 你又壞又壞 產量低 QC又不好 外面搶得到 你又不特別可以炒 你看你以前的EF 你以為你炒得很厲害嗎 炒完後 可能早一兩年都可以 近20年開始 價錢就開始了 兩塊錢都可以買到 你不是很早期出的黑色EF 黑色EF可能都很硬 兩塊錢 你看那些黃色版本 黃色黑鷹那一架 我一向都想買回 不過我百多元那一架 即200元便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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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百五元那一架貴 不過其實有些更便宜一點 不過我難得買而已 都隔了那麼久 沒有想買那一架 如果早一兩年就這樣價錢 應該買了 但還是那一句 那一架 這架R32我不敢說 但你又衰在車章那裡 真的幫不到 如果你的車章真是那些 你車章 你這架R32 那架GTR你又不要 你送時針旋轉 車牌又跌下來 那一架R32 像是貼到跌下來 那一架R32 那麼車頭的章又歪 大哥我幫不上你的 我想吹奏你都不行 大哥 這架全部歪了 我一拿車的時候 我一生氣了 我糟糕了 我糟糕了 是不是 真的拿車的 那一架R32 我車上都擺著食物在那裡 然後那些食物 焗了成的汽油 我想快點回去吃 吃光了 多尷尬 哎真的 不過這些題外話 總之這兩架都拿回來 基本上R32 都一定要拿去換 再给观众看一次,这叫做好小小的QC好小小的版本 真是很大谱,你看看,你这些发热线 handle得那么好 其实INL是做得越来越好,跟Hobby Japan一样 Hobby Japan的车其实都是做得越来越漂亮的,老实说 你这两个牌子是有进步,是有明显出位见到 但你不要在车厂上,我觉得很嫂妓的,明白吗? 忘记电话关门,先关门了,不知道什么东西 没事了,有它了,真是白痴 给大家看一部飘马,这东西真是漂亮的 我很喜欢这些,尤其是这些链子,有些字在里面,这些很帅 尤其这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看,这些落场版的demo,也是很棒的 这些车款,有些什么牌子出过的 Honda,之前它主要出Honda的那些版本 Arcade那些,但是这些也是特别的 Nissan是有些特别的,跟其他牌子不同的味道 给大家看一次这些东西吧,这一部其实真的不差 但可惜就出到那些贼尾,其实都不重要 这些主要都没什么大问题,但真的贼尾一张真的很过分 好,今集我先说到这些 下集再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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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